附录。中东绥靖政策被忘录。陛下政府对1921年初伊拉克的形势最不满意。大战后一直维持着英国直接统治的制度,在前一年夏季垮台,当时,又发拉底和沿岸的局部反抗发展为严重的叛乱,历经重重困难才在印度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将其平定。 一支费用昂贵的庞大驻军仍留在伊拉克。秩序虽已恢复,但前景实在难料。1920年的事变使伊拉克问题成为国际注目的中心,报纸和其他舆论已经开始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整个政策。批评主要针对加在英国纳税人身上的政府巨大支出,英国纳税人已经被战争留下的财政负担压得不堪重负了。 但是,有些人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我们的麻烦在于我们没有履行在战时做出的允许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 1920年的叛乱平息后,我们的政策显然必须有某种转变。 那年秋天,破西,考克斯爵士被派往巴格达就任第一任英国高级专员,他不时时机地建立了阿拉伯临时政府,由令人尊重的巴格达人士纳基布担任首脑, 此人不仅在伊拉克国内,而且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极高声誉。 1921年以前,大战中征服的各个中东地区由陛下政府的不同部门管理。 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事务由外交部管理,伊拉克的事务则由印度部管理。 1921年初,政府决定把这些地区统一归一个部门管理,这个部就是殖民地部,而我当时则被任命为该部国务大臣不久。 1921年3月1日,殖民地部内正式设置了新的中东司。 我的工作的第一步是在开罗召开会议。 会议由我亲自主持,与会者是掌管中东事务的所有主要官员。 就伊拉克而言,会议的主要结果是邀请埃米尔·费萨尔到巴格达来做伊拉克王位的候选人。 他虽然并不生于伊拉克,但是有特殊资格继承王位。 他出生于谢里夫家族,这个家族是麦加圣地的保护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 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后来有一段时间为汉制国王,在大战时曾组织过反土耳其人的起义。 埃米尔·费萨尔本人曾站在我方英勇作战,并曾参加常常与劳伦斯上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各个沙漠战役。 1921年6月,埃米尔·费萨尔出发前往伊拉克。 与此同时,我在下议院宣布,他的候选人资格已得到英国政府批准。 埃米尔到达后,当时的大臣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就选举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在全伊拉克暗时进行,只有一个纯库尔德人地区除外,该地区选择不介入此事。 投票结果有96%的选民支持费萨尔,于是费萨尔于1921年8月23日在巴格达加冕登位。 随后,他立刻指定纳基卜组成首届内阁。 就这样,英国在伊拉克的直接统治明确地终止了,被阿拉伯政府取代。 这个政府确实会听取英国的意见,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根据外来命令行事。 有大量英国军官留在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要么担任顾问职务,要么作为技术官员,均从属于伊拉克政府。 摆在英国政府前面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整个地位合法化。 我们在1920年4月的圣雷默会议上,同意承担在国际联盟名义下的伊拉克托管国的地位。 1920年12月,我们将一份正式的托管要求书草案递交给国联,但由于种种困难,这份要求书草案压根没有得到正式批准。 1921年10月,我们从国联得到一种书信形式的临时授权,它由国联大会主席发出,邀请我们继续以托管要求书草案的精神管理伊拉克,这种地位应当在其合法化的手中指。 但是在国联犹豫再三的时候,当地的局势却没有等人。 伊拉克在我们的指导下迅速向前发展。 托管这个名义在伊拉克很不受欢迎。 它暗含了受人监护的意思,而这个新国家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监护。 这是埃及保护关系在线的例子。 作为摆脱困难的一种办法,我们决定与伊拉克国王缔结一个两国表面平等的条约。 条约一,详细规定了两国舰的关系。 二,使英国政府具有履行国际联盟通过的正式托管要求书所赋予的义务的地位。 这个条约于1922年10月10日在巴格达正式签署。 条约签署后不久,英国联合政府下台,我不再担任殖民地部大臣。 1922年10月的条约留下各种细节问题,准备以后在多种附属协议中解决。 这些附属协议涉及军事、财政、司法等,最后于1924年3月缔结。 1924年9月,条约和协议被递交国联大会并得到批准,同时提出的还有英国政府的某些其他保证,如在伊拉克充分遵守国联公约规定的托管原则等。 通过这些办法,英国的地位最终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 在国内,连续实施的宪法步骤体现了伊拉克国家的进步。 其中第一步是选举为国家制定宪法的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的这个任务,以1924年7月10日通过根本法而宣告完成,立宪会议也随之解散,按程序将由1926年建立的第一届伊拉克议会取代。 在国内外,长期造成大量麻烦的是土耳其与伊拉克的边界问题。 土耳其人要求归还摩苏尔省,其面积约占伊拉克全国的三分之一,包括大部分土地肥沃的地区。 洛桑条约1923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引发了许多激烈的争议,一度还曾出现与土耳其人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危险。 这个问题最终提交国联解决,国联划定的边界实际上保持了伊拉克对摩苏尔全省的权利。 土耳其人接受了继承事实。 两国界线由一个混合委员会在双方没有严重摩擦的情况下划定,自那以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未受损害。 至于开罗会议处理的其他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多说。 关于巴勒斯坦,会议只是重申了以前采取的并一直维持着的政策。 在外约旦,情况有所发展。 伊拉克国王费萨尔的兄弟埃米尔阿布都勒得到允许成为该国的统治者。 这次实验总体上是成功的。 埃米尔的政府虽然在前阶段很不如人意,但近年来的表现有了显著的改善。 公共安全和公众满意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去年,英国与埃米尔缔结了一个条约。 内容和与费萨尔国王定立的条约十分相似,准备在外约旦建立一个立宪政府。 这个条约上代批准。 回过头来再说说伊拉克,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在1922年极为重要的一种进一步的变化。 那年10月,对该国的军事控制由陆军部转交给了空军部。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改变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它导致了驻军费用的逐步减少,从而减轻了加在英国纳税人头上的负担。 1921年初,英国在伊拉克驻军为32个营,外加炮兵,攻城兵等。 到1921年7月,驻军数量减到了23个营,同年10月开始进一步削减到12个营。 1922至1923年上半年,需要提供给养的部队为9个营,外加其他辅助兵种,而到了下半年,只剩了6个营。 减少兵力的过程持续到1928年,这时,需要供应的驻军只有一个印度营和一个皇家地雷工兵连。 最后这两个单位也于11月1日撤离。 现在,除了皇家空军外,伊拉克全国已经没有英国或印度的正规军单位。 为了加快实施撤离帝国军队的计划,一直在当地征兆,由英国人指挥,英国财政部出前的军队于1921至1922年建立起来。 这些所征兵员有一段时间兵力为四个步兵营,三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和辅助兵分队。 不过这支部队现在已缩减为两个营。 过去七年中,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逐年开支如下表所示。 1926至1927年,275万3775英镑。 1927至1928年,164万8038英镑。 1928年,英国政府决定弄进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正常国防开支,于是其中排除了印度军队的费用,在伊拉克征兆新兵的费用和英国驻军的额外费用。 因此,无法得出1927至1928年以后的数字。 1921年,英国驻伊拉克的空军有六个中队,次年增加到八个中队外加几个装甲车连。 到1928年4月,空军力量缩减小到五个中队外加几个装甲车小队。 值得一提的是,明显减少军事力量,同时还相应削减了财政支出,的做法在伊拉克实施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造成任何麻烦。 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它的辽阔国土,它的许多无家可归的灾民,以及它不可能真正有效控制的巨大荒漠国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 而且必须记住,在1925年底之前与土耳其人的麻烦尚未最后解决。 早期阶段制定的所有计划都以假设将很快与土耳其人解决纠纷为基础。 这个假设在近五年的时间里,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这些计划还是适当地完成,并未造成混乱和不幸事故。 事实上,自1920年的叛乱以后,还没有一件事有严重骚乱的性质。 只是在边远的库尔德人地区时常发生麻烦,还发生过效忠于伊本,沙特的瓦哈比部落男子发动袭击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去年冬天。 这些事必须时刻铭记在心并严加提防的情况。 但没有理由就此认为,今后依旧会像过去那样无法有效地对付他们。 总之,1921年开始采用的政策一直继续到如今。 像其他政策一样,他有他的兴衰,有面临困难与危险的时候。 除此之外,他还常常要面对国内猛烈而肆无忌惮的严厉批评,但他还是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这在八年前,我们当中几乎无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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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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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